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 看看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两个slit 它们相距0.2mm 这只有0.2mm,画这么大 要不画这么大,你根本看不见 slit到dust screen,屏幕上距离是一公尺 你看,这只有0.2mm 这个一公尺,那这个 实在小得很,那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都是相干光源 会在这里产生干涉,干涉就有亮面 我们有暗闻 它说,距离中央 7.5mm 是它的第三条亮闻 第三条亮闻到这边距离 y3 是等于7.5mm 求光源的波长 最光源的波长 那么我们就用d d d就是这个宽度 0.2乘十字负三字方公尺 r 等于这个 y呢 7.5mm 就是等于7.5mm 它是毫米 m是等于3 m是等于3 这里是亮闻 我们就用亮闻的条件 亮闻的条件 光尘差 等于波长的整数倍 那么这个theta 我们看这个 这个中间到这个 中间亮闻 这个是到第三条亮闻之间 这个角度theta 这个theta 就是指这个角 从这个霞峰当中 其实这个霞峰没有我画的这么大 你画的 它只有0.2mm 所以这个当然是从当中开始算 到这里 这个是theta角 这个角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的这个角的正确函数 就等于正切函数 正切函数 tangent theta 就是y3 over r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式子里面 我们把这个 sintheta 带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就得liminal 等于d y overmr 你把y带进去 d带进去 m是第三条 r是一公尺 我们就算出来 我们就算出来 这个距离呢 这个坡长呢 是500个nm 500个nm 500个nm 10的-90分就是nm 9米 ok 像以后做这种题目 你的图要画得清清楚楚啊 你图不画出来 你写这个人家怎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你图一定要画 你知道吗 我们从一开始教你们物理 我去教你 图一定要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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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立题 用一块云母片遮盖双峡缝中的一个峡缝 这是两个峡缝 这个是没有遮盖的时候 这个是用这个没有遮盖 画的还是一个空气 这个就是云母片把它盖起来 那么中央量文柱原先是第七条 就是没有盖的时候是第七条量文 盖了以后就变成中央量文了 原来这个第七条量文 你这里用个云母片一盖 它变成它的中央量文 现在如果我们所用的这个峡长 是五千五百个云母片 上面还有一个圈圈 Angers Strong Angers Strong就是十的 负十之方公尺 云母片 问云母片的厚度是多少 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图画出来 这是光尘 S1到这里的光尘 这是S2到这里的光尘 原先是这样子 后来我们把这个地方用个云母片 把它盖起来 它的光尘就变成R2 prime 这里呢 就是R1 prime就得R1 我们假设这里也有一个东西盖住 不过它跟空气是一样的 空气的薄末 这个长度是 盖住以后就变成新的 其实它这个盖跟没有盖一样了 于是 我们现在就先看 没有盖的时候 这两个光尘 是等于什么 我们知道光尘差 就等于波长 整数倍就是量文 对不对 那这是M等于零了 第七个量文就是M等于七 七个M 没有盖的时候是 DataR等七个M 现在把它盖起来了 用H后的云母片 盖在这个 Extrude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光尘呢 R1 R1 我们可以当做是 就等于这个 我们当做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 空气的薄末 空气的薄末 空气薄末 光线走这里的时候 它就是 一倍的H 因为它这个 直射率是E E层H就是光尘 所以剩下来的这个呢 就等于R1减到E层H R2呢 R2 它本来是这个 现在减掉这个 这厚度也是H 这厚度也是H 不过它的 折射率是N 折射率是N 那么 假定这两个光线在这里 中央产生量文的话呢 那就表示 这个DELTA R'等于0 R2'-R1'等于0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R2'-R1' R2'-R1' 这个字子可以化成这样子 那就是N-1'H 所以R2'-R2'-R1' 就是等于原来的,原来的光线差 所以,我们就可以据H H 就等于原来的光线差 n-1来除 n就是什么呢 n就是云母片的 我没有 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在1.6 这不是7,是1.6 这个写错了 1.6 1.6,这个写错了 那你把这个处处看看 是多少个cm 因为这个我弄错了 可能不是这个字,算了说 这里记住这是1.6 1.6 这不是m字 这一题也是讲的两个 狭凤的干涉 现在我们要看这个 马上要看这个薄末的干涉 这个有一个实验很好玩 这个有一个玻璃片 玻璃板 这有一个公园 公园,这是真的公园 真的公园 我们这样子 把这冠军从高的地方放在这里 它会涉到这个板上面 然后呢 涉到你的眼睛在这里看 在这里看 它反射,反射到你的眼睛 那你眼睛从这个反射线 就以为它是在这一边 那我这个图 你看 光源在这里 它出去两条线 它有好多条光线是辐射状的 一条射到你的目镜 一条呢 是射到玻璃板 在反射到你的目镜 所以你觉得 进到你目镜的两条线 一个是原来这条 另外一个呢 这里反射 就以为是从这个S弯过来 那S弯其实是它的像 但是它两个是相干的 因为同一个东西嘛 于是因为两条光 到眼睛它的光尘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光尘差 有光尘差的话呢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亮纹 有时候会看到暗纹 就是说你调整这个高度 调整这个高度 它一会儿是暗纹 一会儿是亮纹 一会儿是暗纹 一会儿是亮纹 那么这个 这个该设计 我们称它叫做 诺以德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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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说的 从这里 这个两个光源 射到眼睛的线 那目镜 就是说你摆到这里 你目镜呢 从玻璃板较高处 逐渐移近表面 就是说你的目镜在这里也会看到 因为有一条到你眼睛 有一条呢 有一条 它这里反射 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种散射 它散射 这一点也是拿什么方向都有 也有一条到你眼睛 在这里不仅是反射 是散射 scattering 所以你的目镜呢 从这里看到 从这里开始看 一到一个地方是亮闻 再移下来一点又是暗闻 再移下来一点又是亮闻 移到最后了 这就接近这个玻璃板了 它是一条暗闻 当你这个距离都接近玻璃板了 那就是这两条线的长度几乎是一样了 光程几乎是一样 就是长距离 光程的距离几乎是一样 但是为什么是暗闻呢 距离一样就是 如果真空里面就是光程一样啊 应该是亮闻啊 为什么是暗闻呢 合理的解释就是说 这个光线 直接射到你的眼睛 跟它反射以后的光线 当中有一个相差 就是说 反射线呢 跟这个圆南的线 会有一个相差 这个相差 正好是拍弧度 拍弧度 拍弧度就是 拍弧度呢 相差是拍弧度 就相当于啊 这两个光程差 是二分之的 Lamina 其实它的长度没有改变了 它是因为它有一个相差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相差 画成这个光程的话 就是二分之Lamina 合理的解释就是光在表面反射的时候 相位改变了拍弧度 这是玻璃板 但有时候啊 不是哦 有时候 有些光线 比如说从水里面再摆一个玻璃板的话 一个是水里面的 一个是玻璃板的 这个时候光线从水里面射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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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 我讲错了 假如这个 是玻璃板 这个是水的话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那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这个 折射率 比这个折射率大 现在这个 我们当作是一 这个折射率大于一 所以它反射会产生一个派弧度的相差 如果说 这个折射率 入射的这个 戒指的折射率 大于这个反射物质的折射率 大于它 结果它反射没有相差 反射就没有相差 这是我们从水里面得到的 所以这两个你要记住 光线从较小折射率的戒指 行进至较大折射率的戒指表面 而反射的时候 相位呢 改变一个Pi-Rating 但是 光线从较大折射率的戒指 进行到较小折射率的戒指表面反射的时候 相位不变 这两个一定要记住 等一等我们就要用它 就要用它 好 现在我们看薄膜的干涉 Interference of thin films 这是一个薄膜 假定就是一个造膜 肥造膜 肥造膜 上下都是空气 肥造膜的折射率N2 大于空气的折射率 现在我们假设 光线从这里垂直射入肥造膜 肥造的薄膜 我这画斜的射 其实它是垂直入射 你如果就画垂直的话 它 入射线跟反射线同一条 你就看不出来了 什么关系都看不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故意画偏一点 画偏一点 这两个干涉 就入射线进去 它有反射线 对不对 反射线 你看它的反射线 经过第一层戒指的时候 有个反射 然后这里是穿射 折射进去的 到了这个界面 又是两个不同的戒指 然后又有反射 反射以后再穿射 所以从这里出来的线 同一个入射线 但是它反射以后 一个是直接反射 一个是这个面的反射 就两条线 这两条线 如果光层差 是波长的整数倍 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亮线 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亮纹 如果这个光层差是二分之一波长的激数倍 那你看到的就是暗纹 对不对 现在我们 要看 反射以后 如果要产生亮纹的话 如果眼睛摆在这里看 要产生亮纹的话 这个光层必须满足这个关系 我们刚刚讲过 光层是这个关系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光层 这个 这条线跟这个线的光层 要看这个 因为这条线射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它的反射 另外一条呢 它穿进去了 再反射回来 再从这里过去 起点都在这里 但是这个比它怎么样 多了一个这样的路径 假定从这里到这里 路径长都一样 那么第二条就比它多了一个这个 对不对 多了一条这个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光 进来一次 如果这是H 就是一倍的H 反射又是一倍的H 这是它的路径长 它的光层呢 我们刚刚说 光层就是路径长 要乘上磁射率 所以它的光层 光层 当然这个里头的光层 是2N2乘H N2乘H 因为 这个是一次H 这个两次H 2H乘上N2 但是我还要看这里 就是它的这个路径长 可是 它这个折射 这个反射线 你看 它是从 折射率低的 到折射率大的 所以这里有反射 我们假定 我们假定原来的这个 这个像 是灵度 它跟它一样 产生一个拍度的相差 就是比较 增加一个拍 这一条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反射会有这个 相差的改变 折射没有 折射没有变 折射没有变 所以它是零的话 零 ray点 它也是零 ray点 好 这里有一个反射 这个反射是从大折射率 到小折射率 所以这个反射没有变 没有变的话 它跟它一样 是零啊 再一次穿射也没有变 所以这个 跟它比 多了一个拍 这跟它比 一样 所以这两个会有一个相差 这两个相差是多少 是拍度 拍 相差是拍的话呢 那我们这里可以用 你用 拍度就是相差二分之两 你用正的也可以 用负的也可以 OK 人格说起来应该是 好像用正的比较合适 因为这是固定的查 你这个变一个 总会把这个减少了 不过我们写正负二分之牌 那这个就是 这两条光线 在这里产生 相差 就是量文的条件 而这个delta呢 而这个delta呢 R呢 又等于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实际上 产生的相差 那这两个是指令它相等 我们这里用负二分之一拍 那么到这里的话呢 这个就是等于 这么多 你看你这里啊 如果用负二分之一拍 那你这M就可以用零开始 如果你这用二分之一拍呢 如果用正二分之一拍呢 那你这个M就一开始 M就一二三 是这样子的 所以量文的条件 是这个样子 量文的条件 在这里产生量文的条件 是这样子的 反射线一跟二 如果要产生 这是量文 暗文呢 如果是暗文的话呢 这个要改变了 这个就等于deltaR 等于M加二分之一量 那这个 产生 我们把这个 跟这个 这个还是不变 这个还是一样 这个 因为这个实际上的 这个路径差 跟这个变下还是这样 你把这个跟这个相等 那二分之一量文的约点 那这就等于 2N2H N2就是在这里头的 指示率 等于这个 那这就是暗文的条件 这样就会不会做 我这一套方法 可能跟苏上面 他用的可能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他这个地方变拍 就是变一个相差 这个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油墨的干涉 假定有一层油 比如说没有 好像那个船 沉掉了 翻掉了 他里头的油漏出来 漏出来就在海面上 形成一层墨 油墨 油墨的上面是空气 油墨的下面是海水 这三个折射率不一样 三个折射率不一样 那你在这个上面看 这个光还是直射 还是垂直入射 就是你坐的飞机在上面看 看到这个油啊 会有颜色 你下雨天 你看到我们路边 常常会有脊水 水上面如果有一点油的话 汽油你就看到 这个汽油上面的颜色 奇奇怪怪的 五颜六色 而且会变 一下变这个颜色 一下变那个颜色 好那现在我们就看 假定你眼睛垂直往下看 那光线反射过来 你看到的这个 这个油 这一层油墨是什么颜色的 当然就是从它那反射出来的 脱长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就看 你在这里要看到颜色 那一定这两个 两个光线 它的相差 要是有什么相差呢 就是它的相差 一定是颇长的 整数倍 这种颇长 你就看它是一个亮文 就看得见 如果是颇长一半的 奇数倍 你就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看 入色光线 这垂直入色 不是斜色 然后第一次反射 在油墨的空气的 这个界面反射 因为折射率小到折射率大 所以它要改变一个 Pi radians 然后穿射过来 这个穿射不变 跟这个一样 然后再反射呢 因为这个也是小折射率 到大折射率 现在这是N N小于N2 小于N3 这就又变了一个牌 变了一个 牌糊涂 穿射没有变 所以这两个呢 跟原来那一比 都变了 一个牌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 它就是什么 同像 对不对 已经是同像了 这是我们先看的这个 好 刚才亮文的条件还是这个 一定是这两条光线的光尘差 光尘差 是波长的整数倍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光尘差是什么 光尘差就是 从这里到这里 还要加上这个反射 它的相差的改变 它的相差的改变 真正的光尘 来是H 往下传是H 再往上传也是H 所以两倍的H 这是它的距离光走过的 从这N图才是光尘 才是光尘 还要加这个 这个跟原来的比 就是这两个 这个是拍 这个也是拍 也就是跟原来的比 这个变了拍 这个也变了拍 这等于没有变了 这两个同像 所以这个就不要加了 就是零了 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就是这个 这两个相等 所以现在呢 Lemina M lemina就得有2N2H OK 那这个lemina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了 这个值知道 N2如果知道的话 H知道的话 那你这个M 可以是零 一二三 我们就用一二三 你可以求Lemina是多长 对 对 对